在俄罗斯有普京长期执政 在土耳其有爱尔多安长期执政 在中国有习近平也在长期执政 那我们就发现一般而言 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是长期执政的领导人 应该在某一个时刻权力会出现脆化 或者是一般的政治理论会这样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却似乎正好相反 大家备受关注的土耳其大选实际上也是对于爱尔多安 长期执政到底对他的权力是进一步的巩固 还是对他的权力是某一种分裂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那么爱尔多安土耳其的这一场大选 可以说我们是一直在关注 昨天呢和民先生还在说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爱尔多安在土耳其这一次选举中 可能会最终结果如何 那么也知道土耳其的这一次全国选举呢 是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次形式 按照土耳其现行的法律啊 必须要超过百分之五十投票票数的人才可以当选 第一轮有多位候选人参选 如果没有一位候选人超过百分之五十呢 还要进行runoff选举 在五月二十八日进行 那么从目前的计票结果来看呢 很有可能我们要再等一等到五月二十八日之后 才可以知道到底谁在这一次选举中胜出 那么分析者也认为呀 这也将使土耳其陷入两周之久的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激烈的斗争中 现在呢有关大选是否合法合理 已经出现了一些激烈的争执声音 双方啊我们就说是爱尔多安方还有主要的反对派的选举人都声称自己获得了多数票 反对派方面啊表示我们自己的投票站的计票结果与土耳其官方媒体公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49%领先 爱尔多安是45%落后 而如果我们看到土耳其官方媒体所公布的计票结果是正好相反 那么两位主要的候选人分别是谁呢 一方面呢是爱尔多安土耳其的现任总统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名字非常长啊 叫基里奇达罗格鲁 对基里奇达罗格鲁 我这个名字都念好几遍 但是啊对于西方而言呢 这一次大选实际上有人说是今年最重要的选举 甚至有人说是这个十年最重要的选举 为什么呢就是土耳其这个国家非常特殊 正好在东西方之间 对于中东的局势 对于乌克兰战场的局势 对于北约到底是不是会纳入芬兰瑞典这样的国家 以及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都非常的重要 而对于土耳其人民来说 这一次选举也是十分关键的 那我们知道土耳其现在在爱尔多安的统治下已经二十年 普遍认为呢他一方面对于国内加强了控制 另外一方面对于国内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很多的侵蚀 同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耳其现在所面临到的经济的困境 其实在爱尔多安执政早期啊 外界普遍对于他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当时土耳其国内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很多土耳其的我们叫做普通民众也从土耳其经济繁荣中受益 但是近年以来他越来越出现了威权统治的特征 在国内集中了权力监禁了很多反对派 但是在二零一六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之后啊 那么爱尔多安呢是镇压了军事政变重获权力 自此之后更出现了权力集中的倾向 我们说到经济问题 现在呀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 哎他的有一个非常我们叫做非传统 或者非正统的这样一个经济理念 就是他非常反对加息非常反对央行具有独立性 因此即使是在土耳其已经出现了我们叫做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他继续向中央银行施压要求降低利率 结果导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现在一发不可收拾 里拉贬值已经超过一半以上 造成了土耳其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失 那么反对派与爱尔多安主要的不同 其实也是经济上和政治上 在经济上反对派的这一位领导人呢 希望可以对于这个土耳其的通货膨胀问题进行处理 外界也普遍预计如果反对派上台的话呢 可能投资者特别是西方投资 重入土耳其保持里拉货币价值稳定是有优势的 那么同时啊这个反对派的这一位领导人呢 也承诺要恢复土耳其的一些基本的民主制度和法制体系 为爱尔多安过去几年间对于土耳其整个制度的破坏进行一个总修复 那我们也知道啊 爱尔多安是一位典型的穆斯林派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他在国内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支持呢 一方面是土耳其本身的宗教保守力量非常的强大 另外呢爱尔多安采取的一些民粹主义的措施 也让土耳其的我们叫做这个中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居民 对于他十分的拥护 我们也知道他在北约内部不断强势推动土耳其的利益 土耳其的武装部队派往了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等等等 另外一方面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十分的密切 他呢也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促成了一系列的外交突破 比如解除对于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封锁 但是在西方眼里看来 那么爱尔多安和普京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也是一个大麻烦 比如爱尔多安政府不断购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而之后呢美国也对土耳其的国防工业进行了制裁 同时爱尔多安还阻止瑞典加入北约 原因就是有关于库尔德武装分子在瑞典存在的有关问题 那么瑞典方面的对于这些指控是一致反驳 西方官员也认为 土耳其在对俄罗斯规避制裁方面提供了便利 尽管土耳其自己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这一次的选举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土耳其遭遇到的地震 那么呢也有分析认为 这个爱尔多安政府最初的反应是非常独立的 成千上万人亡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下等待救援 现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加起来已经有超过五万六千人死亡 但是从目前的选举结果来看 如果我们以土耳其官方这个中央电视台的选举结果为准的话 爱尔多安仍然在票数上是持有领先优势 那么我看到分析者也普遍分析认为 即使是在五月二十八号再一次进行一次 我们叫做一对一对决 roundoff选举 那么爱尔多安仍然胜率是较高的 那我想请问和平先生 第一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预计 或者是怎样来看待土耳其这一次选举 爱尔多安以及反对党各自的优势劣势 各自的支持者组成 第二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到底如何看待这种长期执政现象的存在和加强 我昨天因为一天都信号不好 所以没有去追踪这个新闻的报道 但是昨天早上还是前天晚上 我在六都聊天区做了一个简单的预设 虽然我对泰国和土耳其都谈不上真正的了解 我的判断就是 如果不出现压倒性的改变的话 那么土耳其可能要再一次的选举 然后泰国有可能是组织了联合政府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判断呢? 就是我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全球南方的一个判断有一些关系 我就发现全球南方现在开始走向一种趋势 这种大趋势就是追求某一种均衡政治 就是说两派势力都比较与你接近 你其实在巴西就已经看出这种特征 产生根本性的颠覆的机率其实越来越小 甚至你看到全球的政策 西方是一个阵营 其实全球南方不是一个阵营 全球南方是有不同的价值观 甚至有不同的体制 不同的经济水准相差的比较大 但是大家好像在全球的政策方面 和国内政策方面 在国内政治来讲均衡感很强 巴西的选举也是这个样子 选票好像不是选手那么大 在国际政治上面 南非印度 印尼 中国 巴西 土耳其 正在都有一点接近 接近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不像西方那种纯粹的西方国家 我就今天都站在一起了 是盟友了 实际上土耳其 就是这次的选举之间 西方的媒体又一次碰到失误 那么基本上认为 埃尔多安会失败 失败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地震 第二个是通合膨胀 还有什么暗罪 暗罪的一种期待 因为埃尔多安是一个 比较想脱离 美国控制的一个国家 2018年好像是2018年 2017年我忘了 这个土耳其 当时就发生兵变 发生兵变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西方就认为了 杜瓦亚完蛋了 为什么呢?军方往往是代表 美国的势力 结果呢?这个军方还比较 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有一点像搞笑的一种味道 当时我觉得现在 土耳其国民的心态也比较复杂 由原因来比较趁向于西方 改变成为 我既不反对西方 但是同时呢 我有了一种国家的民策主义的情绪 所以 土耳其让美国感觉到不满的地方 就是在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战争之前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就很特别 对吧? 虽然历史上他们有很多恩怨 但是他们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开始追求某种平衡感 所以这个是全球发展的 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 埃尔多安吧 他的这种民策主义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针究影响了他的经济政策 对吧 好像不让央行加息 还是什么东西 这种正常的经济杠杆行为都不能使用 这是很糟糕的 但是土耳其你看通货盆着到了70%吧 也有很多人不满 最后面还是让埃尔多安 就是虽然没有逃过50% 但是40%多 根据现在的看来 来讲 他赢的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大的 我昨天还做出了一个判断 就是跟我的网友有点差别 就是说 我认为即算是反对埃尔多安的人上台 也很难以改变 现在越来越 这些稳重的一个寻求趋势 也就是说 要学习西方 跟西方搞好关系 但是单一的 像已经这样 完全被美国控制的激励 已经不太大了 对 这一次我们也说 这个在土耳其的这一次选举 实际上之前有几个因素 对于反对派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反对派之前 也是抹足了劲 要把埃尔多安推下政治舞台 所谓的六方反对联盟 可以说是在最后一刻 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另外一位重要的 独立的第三方竞选 在最后一刻 由于这个一些性丑闻 是退出了选举 本来大势对于反对派 这一位叫做基里奇 达罗格鲁的这一位政治家 来言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 似乎看起来 仍然是埃尔多安权力相当的稳固 那么有的时候 看到整个世界 这个政治的这个惯性之大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迷茫 为什么经济成绩是这个样子的 结果这个还能够得到这么多民众的支持